請進來 以前我們在推動這個再生能源 尤其是太陽光電 我們就有邀請 營臨縣政府這邊來幫忙 我先首先感謝 因為我們現在 100千瓦以下的那個申請 現在都是由縣府這邊來幫忙 現在我們要大力推展太陽光電 尤其在營臨這邊 有很多的適當的場所來推動 我們就必須要再更進步 整合跟縣政府來做合作 那今天也很高興看到 有這樣的一個專責的 用辦公室成立 這是一個單一窗口 我們非常高興 所以就如同剛剛現場所講的 也秉持部長的指示 我們全力支持 謝謝 再生能源是政府施政的重大政策 那過去這段日子 我們跟總統報告幾件事 跟這個院長報告幾件事的時候 然後問我們說 到底我們提供PV夠不夠 那其實以台灣在這個領域的產業 大概在每一年的產量 大概19.6個幾個瓦 那可是我們八成外銷 很少用在台灣 那幸好有雲林縣 那麼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這個能力局 拼命的努力之下 我們台灣五分之一 裝置的太陽光電容量 其實在雲林縣 這個都是因為 上任縣長 連現在縣長 真正的推動這個工作 才能夠讓這件事落實出來 其實我們在這裡 代表感佩跟感謝之一 我們繼續的往前推動的時候 那麼我們面臨20個幾個瓦 所有的這個推動工作 那麼我們一樣的需要 雲林縣跟我們一起努力 要超過原來的五分之一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真正的有辦法 落實整個的能源政策 我們配合中央的政策 來推動再生能源 是有監督的就對了 有監督的就對了 那因為中央政策的一個 明擺的宣示 所以相關的業界 也一直到我們地方 來從事各種探尋諮詢的工作 因此呢縣政府綠農相關的業務 來增加了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縣政府裡面 能夠建置一個單一的一個窗口 不但是在服務我們的這個光電業者 來服務我們的這個農民 我們的地主 也同時呢能夠跟中央專責辦公室之間 大家建立一個非常順暢的溝通的管道 有些相關的政策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呢 能夠給我們知道 資材比較不足的福分 當然也希望中央 可以來跟我們搗三天這樣